那各位我們都知道最近有很重要的新聞事件 就是說終於有一個我們台灣有個民意代表 他已經被罷免了 他就是這個激進黨的陳柏惟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西門廷的路人 訪問一下西門廷的青年朋友、年輕朋友 看知不知道這件事 那請問同學你知道那個陳柏惟被罷免了 你曉得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沒有在關注時事 不知道沒有在關注時事 那你知道陳柏惟是誰嗎? 不知道 也不知道啊 好吧 那就這個 那就沒辦法問下去了 我們再去找其他知道的人吧 好 這次我們看到一個正在等人的帥哥 來這位帥哥 想請教一下 兩個星期前 大概一兩個星期以內 這個陳柏惟被罷免掉了 您曉得這件事情嗎? 知道 曉得 OK 那陳柏惟被罷免嘛 對不對 有些人他認為事情可能沒有這麼單純 很有可能是這個中國大陸的勢力在背後搞鬼 在背後操控 害陳柏惟被罷免下台了 很多人這樣想 那你覺得陳柏惟被罷免真的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嗎? 我覺得如果說是有中國的影響的話 那也許可能是就是一些可能媒體啊 你的意思是說齁 這個中國大陸的介入還有影響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可以透過一些媒體 或透過一些網路的平台去散發一些對陳柏惟可能比較不利的一些消息 您是這個意思嗎? 嗯 OK 是 謝謝您 不過我們也了解到齁 這個蔡英文還有陳柏惟他們都是選舉上台的 他們上台之後很重要的一個 要抗中保台嘛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就覺得很有意思啊 既然他們在台上這麼努力工作 就是抗中保台的工作 那既然如此 那既然如此 那為什麼還會被這個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事業滲透掉呢 滲透然後影響他們呢 那不知道他們在台上的時候做的這個抗中保台的工作做得怎麼樣啊? 你認為呢? 我覺得這部分 可能就也是 人民也要努力的去 就是一些對於媒體適度要 不一定說哪一些就是對哪些就是錯 但就是對於媒體適度的能力可能要 可能要加強一下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是 我們人民一般閱聽人 在看這個媒體的時候 要自己要有判斷能力去多做一些判斷跟這個篩選 大概這樣的意思對嗎? OK好那太好了 那今天謝謝你 謝謝你的參加 我們了解到你的意思了 謝謝喔 這位小姐 您曉得前兩個禮拜 陳柏惟台中市的這個名譽代表被罷免掉了 您曉得這件事情嗎?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這樣子 好那沒有關係 那陳柏惟這個人 你曉得吧? 不曉得 也不曉得 好吧那沒關係 好我們都了解了 謝謝您喔謝謝 兩位帥哥 由於這個這個是什麼 長袍嘛對不對 長山 長山 很酷喔 OK 好那一樣我們的問題是 這個這兩個星期發生一件大事 陳柏惟被罷免了 這個是兩位都知道吧 對清楚 OK 都清楚都知道 都知道陳柏惟是誰嗎 對不對 知道 OK 好那太好了 因為我們剛剛訪問很多人 竟然不知道陳柏惟是誰 居然 好沒有關係 真可可憐啊 那個陳柏惟很努力嘛 那居然 好那這題外話 OK 那陳柏惟被罷免呢 有些人就覺得 欸不對 我覺得陳柏惟被罷免 可以啊 可以等一下可以 來可以 沒有啦 OKOK 好那這個 陳柏惟被罷免嘛 有些人就認為啊 他說欸不對 事情沒有這麼容易 陳柏惟被罷免 陳柏惟被罷免 一定是因為有中國大陸的勢力在背後 操控 在背後操弄 才害他被罷免了 那 有些人有這樣的意見 那各位認為呢 真的可能是這樣子嗎 我自己會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從 當地海線 嚴家他們經營的數十年來的 地方勢力 是不會那麼容易的被瓦解的 陳柏惟他能短暫的 上台 成功上台 可是 他上台能支持他的人 基本上在公投法之後 公投法以前是要50% 可是現在只要能夠到 我記得是25% 然後 同意票 大於不同意票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會直接出現就是 兩邊 同意跟反對 兩邊人數可能接近 都可以 都有能力去提案 並且左右當地選情的狀況 就比如說這一次好了 我們直接說吧 雖然陳柏惟被選上去了 可是現在罷免的這一批 跟當時幫陳柏惟選上去的那一批 他們的人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重疊的客群 都是兩個完全不同陣營的客群 導致就是說 只要一邊能夠成功動員 就能夠把另外 然後另外一邊 可能少動員一點點 就像這次少動員個1000票 少動員個100票 就可以很輕鬆的把你的政敵給 給成功的板下台 所以我個人以為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看你 就是嚴加的動員能力 在當地還是有足夠能量的 第二就是門檻的降低 讓罷免這件事情變得減低 簡單所以才導致陳柏惟這次下台的原因 我個人會往這個 就是中國大陸那邊的影響 我個人反而認為沒有那麼大 它可能會有一點影響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最大的問題還是 當地地方勢力 透過機制去把陳柏惟給弄下台 原來如此 對我個人這樣理解 那這位朋友呢 您認為呢 我自己是認為 雖然說一開始因為 畢竟抗衝保台牌還是很強的 所以這次才會出現 7萬比7萬這種拉鋸戰 但是就是看 信任陳柏惟的多 還是不信任陳柏惟的多 那基本上來講 看他這個票數差距應該 票數差距應該差不多 那我覺得最後應該是 他用台語去質詢官員的這件事情 導致台中人應該 就是認為他無心事政之類的 不管他有沒有在做什麼 但是這件事情 他這件事情一做出來 基本上就是 跟宣判他死刑差不多 是 對換句話說 就是這個 除了剛剛說的 這個地方勢力 地方派系的這個影響 再來還有 確實有一些可能新聞事件 來導致他成為這個話題的焦點 甚至造成一些這個 負面印象的產生 對嗎 那我們就了解到兩位的想法 那就謝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謝謝 那兩位同學 那這個前兩個星期 陳柏惟被罷免了 你們曉得這件事情嗎 嗯 知道啊 你們都知道陳柏惟是誰吧 知道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是這樣子 這個陳柏惟被罷免的時候 已經被罷免了 有些人認為 我覺得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我覺得陳柏惟被罷免 一定是因為有這個 中國大陸的勢力 在背後 幫助操控罷免陳柏惟 所以陳柏惟才會被罷免 那當然 有些人有這樣的想法 那你們認為呢 就是大陸的勢力 在背後操控罷免陳柏惟 你們覺得 真的有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嗎 我自己是覺得不可能 可是 我覺得要探討這個問題 不應該就是 從這麼深層的問題去探討 就是今天主要探討 陳柏惟被罷免的原因 我覺得更應該從 比較直接跟市民有關的層面去探討 因為畢竟 投票選出他的 跟罷免他的人 都是台中市的市民嘛 所以我覺得 像是 不管是在 我們更應該先去了解 就是台中市民 從 我們從最表象看過去 可能是他 在質詢的時候 問證的方式 或是他真的要用 跟台語在 支持的這幾點去做探討 然後如果延伸到後面 就是 有發現就是 可能真的跟 中國大陸有關 之類的 我們可以再去探討這個問題 而不是一開始就直接 把矛頭指向 是不是有 國外的勢力 來介入這件事情 換句話說 你可能認為就是說 我們 在確定 有沒有大陸勢力之前 我們先看看 是 陳柏惟這個人本人 他在做立委 這個人做的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才是 要有證據 對吧 不要一開始就 你是這個意思 OKOK 好 那同學你認為呢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如果他真的這個人 就是市民覺得他的 質詢的方式 之類的 就是他當立委 是有問題的話 那 他 就是他被罷免 就是 就是 就是應該的啊 就是他真的有做錯事情 所以他被罷免 就是 但是 如果 就是 有沒有 中國的勢力 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OKOK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做 市民覺得不滿意的地方 那就是 真的有錯 嗯 是 OKOK 好 那我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 好 那就謝謝兩位同學 謝謝喔 謝謝 好 那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看到這集組訪問的對象嘛 對不對 其實這還是讓我感到比較意外了 既然大多數是 不知道陳柏惟是誰 也 不知道 這個陳柏惟被罷免這件事情 那 陳柏惟還是 柏惟兄還是比較 這個不容易啊 這個花了很多力氣 然而在台灣 然而我現在問了五組人 起碼有三組人說 不知道他是誰 好 那沒關係這題外話 那關鍵是 到底 西門廷的年輕人們 到底認為 陳柏惟有沒有可能是被 這個 這個 中國大陸的勢力影響之下 把他罷免掉的呢 那顯然 大多數 大多數人還是覺得 這個有待商榷 沒辦法很 斬釘截鐵的 很了斷的 就直接說 啊就是 或者就沒有 啊 頂多就是說好 我們不排除 但是沒辦法很肯定 就有或就沒有 所以這顯示出了一種什麼 顯示出了一種 這個 最起碼在台灣的 台北的 這個年輕人 他們是這麼想的 他說你要做一個 指責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有明確的證據 或者說要有明確的標準 怎樣算是有干預 怎樣算是沒干預 我們有清楚的 參考標準 或者是有明確的證據之後 我們再來說 到底有這回事還是沒有這回事 所以民眾的眼睛還是放得很亮的 那未來這些年輕人都在 他們都會長大 那台灣的政壇 我們都是指日可待 我們相信一定會越來越好